yo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制造机久哥 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两天我在海外看见了一位国内的车评人 去评论我们的国产车 就现在国内啊 就是有一些车评人 你说他讲的东西吧 是不是正确 你不能说他讲的都错 对吧 但是你总会觉得哪里有些问题 感觉这个胳膊肘啊 好像方向不对 大家能明白我的那种感觉吗 但你要非说他们说错了 那我也没法这么说 他们这些人讲的东西真的是滴水不漏的 很坏 而且都是一定要把咱们自己的民族工业 抹杀在摇篮里 就讲的都很正确 但是非常的呆毒 那首先我们来先看看这篇视频 您在外网的一个标题 标题就叫做开完51万新款 丰田普拉多 再开朋友坦克期败 钻打杂牌脸 就这个标题起的 丰田车在国外的这个销售品牌知名度确实不错 尤其是普拉多这款车前段时间也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 开了一下丰田的普拉多 不是新款啊 你说好开不好开吧 我没有越野知道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丰田普拉多是一款玩越野的车子 那我就是在那个铺装路面跑一跑 好开确实比我现在开的这款丰田卡罗纳要确实好开 一等价钱一等货 那毕竟说句实话 同样品牌下对吧 普拉多卖多少钱 卡罗纳卖多少钱 但是当时那个普拉多油耗确实让我挺震惊的 我开的是一款柴油版的普拉多 就是说加满箱油的话可以跑大概800公里左右 但问题是它加满箱是110升的油箱 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这些年长城汽车奋发图强追赶国际品牌 搞出了很多我们都知道在国内销量比较火的车 其中就有一款就是坦克300坦克系列 对标这种越野车的这种市场 那坦克700就是长城汽车公司做出来一个高端型号的越野 但是你看它这个标题就起的就很那个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吧 我不想过度的去引导来我视频的小伙伴 我就想知道这位视频作者到底想说谁是杂牌 对吧你可以说长城是一个新兴的品牌 但是你动不动就是对自己国产品牌用什么杂牌 什么什么这种很贬义的词语 我讲句真心话 我在这里边要说你没有任何的导向性 没有任何的立场性 那来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你们信吗 其实呢新款的丰顶普拉都呢很多人认为它贵 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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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槽的地方 第二就是说五十万就五十万吧是不是 那内饰做工用料又很差 全都是塑料 很多人不理解 啥也不是 再一个车子就是这样 现在这些车评人也变聪明了 我们都知道最近国内民族企业茁壮成长 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看见这种现象都会非常的激动和兴奋 所以这些车评人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去跪舔西方的话 肯定会被骂得体无完肤的 然后他们又说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都好粗鲁 对不对 你废话 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 所以说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 对吧 怎么说 这个就叫做一种 我的文学水平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法 就是先给你自我批评一下 你看丰田普拉多这个车内饰不是很好 但是 但是 就这个就是非常西方英语里面经常用的一种一种手法 我们都知道英语里面 你不要去看老外前面说什么 一定要看他那个but这些关键词 虽然只有个文学不是很好 但我在国外待这么多年 这种说话方式 我相信我还是比这位车评人要了解的 其实也很好理解 他定位于非常乱是越野车吧 内饰的豪华 他不是他能卖点 对不对 内饰豪华50万 不要说50万 30万的国产车 甚至一些核子车 内饰都比他好看漂亮 如果说你花我吃饭 你只认为我买个豪华的内饰的话 但你就错了 对吧 你买的是一份稳定性 可靠性 一个SUV 特别是你说你游山玩水去流动玩去 一个稳定性是更重要的 机械素质稳定性小毛病少 开个20万30万公里 他不出毛病 这才是他的死命 这是他的这个 卖点 知道吧 你同价位 很多人对比坦克700 坦克700 常常做乐 这质量是非常牛秀 非常牛的 很不错 那是用用料做工啊 完全非常豪华口端 是不是 但是它是个插混 你用过十多万公里 十年半年以后 还是再是什么样 二三四万公里 再什么样 那就不知道什么样了 是不是 但是 丰特普拉多这新款呢 也不知道是用以后什么样 但是至少人家这个 不会那么拉块的 我相信丰田的东西 丰田出了哪一款车的 还没说是开的 多长时间 十多公里 就不行了 几乎是没有 看到这里的时候 应该明白 这位车评人的立场了吧 刚刚这段 其实讲的就是 越野车玩的是性能 对吧 呃 内饰做的好 没用 咱们国产车 就是一些会做内饰的 这种汽车品牌 你说他个人 喜不喜欢日本车 对吧 这都是他个人的事情 我一直讲的 我们这一代 都是被西方影响的 很多也有人被日本 韩国文化影响 我们喜欢跟喜欢 但是我们在民族大义面前 我们还是要分清楚 自己的喜欢和民族的未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红线 是不可以愉悦的 他哪一句话把我讲得非常火大 就是说日本车 他是有口碑的 那确实你说他说错了吗 他没说错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 他的汽车就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变得流行起来 而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还做不出一台像样的车 我们国家真正的汽车开始 就是这十年十几年开始起来 但是他就要用这一点把你压死 为什么我会特别讨厌他这句话 大家都去找过工作吧 那用工单位都会问你说有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刚走出大学的这种年轻人 其实能力非常优秀 但是缺乏这个工作经验 可能会因此丧失掉这个 找到一份自己理想工作的机会 也有可能因为缺乏工作经验 拿不到自己理想的一个工资 当我们遇见这种现象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对吧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公平 其实中国的汽车品牌 在我看来就相当于一个刚走出校园大门的这种年轻大学生 非常的有活力 你会发现这位车贫人 却想用这种资本家玩弄的这种不公平 去把我们的民族工业扼杀在摇篮机中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顿时那个情绪就棒下去给点爆了 对吧 因为我相信只要在社会上打拼过的人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面对这种不公的时候 那种委屈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车贫人 他在用同样的手法 我们遭受到的这种不公平 想用这种方法 去扼杀掉我们的民族工业 稍微看点新闻都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欧洲集体对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车大增关税 其实就是为了阻挡中国汽车工业的这种发展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女性车贫人说了一句 说什么国家汽车产业在发展 对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话 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 为什么一美金可以换七块钱人民币 在近代长期收西方的这种科技制约 因为通过华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封锁 市场封锁 文化封锁 舆论封锁 去打压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产品价值 对吧 给世界形成这种 概念就是 中国人制造的东西就是廉价 中国就应该廉价 然后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会抱怨 为什么西方那些洋垃圾到了亚洲国家 到了中国就可以顿时摇身一变高高在上 对吧 我们不要光去抱怨这些东西 我们要看清这些事情发展的背后 它真的是因为咱们中国人不努力吗 很多人会抱怨中国的工资低 但是老是把这个问题强调于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原因 不是的 对吧 世界这个锅就这么大 西方包括那些发达列强 它只给你这么多东西 你再努力 你分配不了东西的 怎么样才能去分配东西 只有说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立足脚 立稳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再需要去做袜子 做这种廉价通过人力去 去挣钱的东西 所以说我一直都讲的 今天咱们祖国的工业 咱们祖国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 其实是和我们未来中国年轻人 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我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当我现在在国外 再看见这种 国内的车贫人在海外去诋毁我们中国制造 诋毁我们中国这种民族品牌 这种愤怒其实是发自内心的 谁说中国人一定要是廉价的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才能在这个世界中立足呢 你别看今天说什么小日本的车 当年小日本车卖到欧美这些国家 说白了 它就是因为便宜 有这些国产车贫人 你可以说 你更喜欢这些西方的品牌 没问题 咱们也没说咱们中国所有做的东西 都比外国的洋品牌一定都要好 对吧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用这么刻薄的态度 语言 还有这种手法 阴暗的手法 去对待咱们中国的民族公园 没必要吧 真的没必要 同样的道理 也许这些车贫人可能在国内 他可能没法分享到国内的这种资源 也没法赶上国内发展的风口 但是我相信中国发展起来了以后 未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赶上风口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明白吗 但是我真搞不懂这种车贫人 辛辛苦苦跑到外网去发一个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他在国外没有空间 你就说他发到外网的这种车贫 有几个老外会去把他说的话 翻译成英文去看他的车贫 就这些人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这些人讲的你说对不对呢 对 但真的很歹毒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汽车 就是这十几年发展起来了 对吧 哪边可能会有像日本厂家一样 能有二三十年的这种口碑 但他就要想用这个东西去 把你中国的民族企业死死的 按在地上摩擦 我真想不通 他在国内到底经受了什么 他要用这么恶毒的这种态度去去面对咱们中国的民族企业 我真想不通啊 真的是想不通 然后他这边还说了 说什么这种车对吧 咱们国内用的是游电混动的 你真懂吗 新款普拉多在新西兰就是游电混动的 我跟你讲很多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人 当他们看见这种车评人的时候 他们真的分不清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 这就是游电混动的 普拉多 日本丰田的 卖在新西兰 对吧 那卖到新西兰的游电混动 普拉多就是好普拉多 但是卖在中国游电混动的坦克700 质量就不可靠 动不动就是车开二十万公里 三十万公里 咋啦 你跑长途汽车的 我们就说正常家用车 有多少人车能跑到二十万三十万公里的 就像机首歌车买了四年 才跑了三万公里 跑到退休啊 然后还摆出一副特别李宗克 客观的样子 在这边 你们也能看见机首歌在国内的平台上 去发一些 增强我们民族自信的这种视频和内容 你们如果看一下我B站的粉丝 我只要发一次视频掉一次 发一次视频掉一次 没问题 我承认嘛 我没有什么做视频的天赋 对吧 你可以说我的视频完全不好看 没关系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一句话 你们可以有一天完全不需要看机首歌的视频 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大可能的去支持自己的民族工业 这个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旺 喜欢我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一见三连 Peace 谢谢大家